好的各位又见面了 这里是一次参谋的 欢迎收看本期 反正所有休闲参谋视频 这上一期有一些观众是不是没看明白呀 说什么我这龙王金刷油效率特别低 你懂什么叫做龙王金无限刷油的含金量吗 我们只需要花10个琥珀就可以将龙王金复活 然后再把它的芯片拿出来 就可以无限复活它 然后呢我只需要这么一敲 然后再退出重镜 就10秒钟的时间 100多个油 我就问还有什么方式是比这个打油效率最高的 而且它就在你家附近 不需要你跑其他地方去 这都有人要干 我是不理解的 这刷油效率还有谁 拿了这一波油 这个工业研磨机就可以制作了 将这个工业研磨机制作出来 咱们就已经步入了后期 妥妥的大后期了 这就是工业研磨机了 它可以研磨掉各种装备 放着手游是有神奇贡献 然后奖励你武器的呀 用这玩意来研磨 还不明白吗 例如咱们之前刷的这些垃圾装备 全部可以拿过来 然后启动研磨机 将这些装备放进去 点击研磨 这些装备就被分解成材料了 这效率那可以说是杠杠的 本来这期我是准备去地牢偷油品箱子的 拿取强小麻祖标的子弹 那样我就能无限研磨铁了呀 这个子弹的概率不刷个十几个小时是出不来的 为了保证我们视频的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吧 该说不说的是 咱们休闲长库系列 已经达到了一个游戏进度的顶峰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干什么 解锁无线铁 然后驯服泰坦龙 我是真的没有其他目标了 每个人的游戏玩法都是不一样的 但休闲长库这个实况系列 最主要的还是教会大家怎么玩这个游戏 所以我的每一期实况 大家都可以看出我纯纯的在推动游戏的进度 我希望能用游戏最简单的方式和技巧 教会大家怎么去快速入手这款游戏 所以这个系列呢 就没有几期可以介绍了 对于我来说 很多龙都没有驯服的必要 我已经不是那个看见什么龙都想驯着茶茶了 因为在长库模式下 后期就只是枯燥的刷一些东西 接下来呢 我会介绍一些我之前没有说过的一些技巧 做完之后呢 咱们休闲长库系列就完结了 这个系列应该能成为一个 模型很好的引路教程了 不是我水视频 我是真的想解释一下 不是我不想做这个视频 你不更新吧 你说我不更新 我更新吧 你说我水 这不是呀 我们这个系列真的要完结了 因为方舟所有 只要你会打地牢 你就已经达到一个巅峰 剩下的只是时间和累计 啊